39歲的韓國男星陳勳 因為演出韓劇而打開知名度 帥氣的外表原本是很多人心中的男生 沒想到最近他出演韓綜排隊餐廳 一連串的舉動都讓觀眾覺得很傻眼 在節目中一開始要排隊時 看到長長的隊伍 陳勳馬上露出不耐煩的樣子 表示自己不喜歡排隊 要求要去別的地方 讓旁邊的普娜來相當尷尬 還主動向他道歉 因為排隊將近一小時 陳勳最後還把攝影機擺在地上 難得用手拿拍攝 接著在進入餐廳後 三個人開始要烤肉 沒想到陳勳烤完 直接用夾子大吃特吃 後來因為吃得滿頭大汗 直接把頭往旁邊甩 頭上的汗就這樣全部甩在地上 普衛生的舉動 也讓其他兩位主持人當場明節 網友看完後也驚呼 真的是太噁心了 想這麼大第一次見到這種人 以後真的無法對他產生好感 看到陳勳上節目的態度真的嚇到 不瞭解節目終止 還來上節目幹嘛等等 針對網上的一片罵聲 10號陳勳也透過經紀公司道歉表示 本來想節目效果會有趣一點 但好像有點誇張了 如果讓觀眾感到不愉快 很抱歉 以後會更加謹慎小心的 很葉不斷 太可響了 避孔 太可惠了吧 拍 barre 有點 長